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主委請起立 請向文主公保障敬礼益宮 請向憲空師父保障敬礼一個宮 注意請坐 各位信眾大家平安 歡迎來到明聖經漢語讀經班的課程 進入我們課程之前呢 有幾則故事 想跟大家互相來分享 在水草的時候 有一戶人家 他這一戶人家有三兄弟 這三兄弟呢 他們到了一個分家的階段 把家裡的家產 就把它分成三等份 三兄弟要分得很清楚 每個人都不願意被佔便宜 分到最後 是到家裡門口的一棵金花樹 那大家有沒有看過金花 沒有看過金花 那應該看過香港的國旗吧 香港的特別行政區的國旗 就是以紫金花 紫金花為代表 那這一棵紫金花樹 三兄弟就想說 分到最後 要來把這一棵樹也分一分 那這一棵樹怎麼辦 怎麼分 三兄弟就說 那就把它切成三段好了 看誰拿底部 誰拿中部 誰拿尾端 分好 那這一句話講出來之後 三兄弟隔天想要說 再來 把這一棵金金花樹做一個處理 就隔天一早 來到家門口才發現 這一棵紫金花樹啊 就枯萎啦 一夜之間 不是白了頭髮 是一夜之間 本來是茂密的樹葉 就枯萎掉 原來這一棵紫金花樹 它也有感情 也有聽覺 聽到三兄弟要分家 要把它分成三等份 心如死灰 就了無生機 很快的就枯萎掉 那這三兄弟看到這情形啊 恍然大悟 覺得 這樣子是不是很不應該 兄弟之間要以和為貴 提到分家這件事情 確實大傷兄弟之情 手足之情 所以 就不討論繼續分家 他說也沒多久 不分家之後 這一棵 看似已經枯萎的紫金花樹 隔天啊 又冒出新芽 繼續盎然的生長 這是一開始 跟大家 分享的一則故事 其實這一則故事 在我們的經書裡面 也有提過 在敦倫真經 敦倫真經 是月武穆王的一部經典 那這一部經典 它就提到 兄弟之間應該以和為貴 所以您看到經書裡面 它提到 金花花 應和好而生 那這一則故事 就是我剛剛跟各位介紹 在水草的一位 田姓的三兄弟 他們原本要商量分家之事 門前的一棵紫金花樹 知道這消息啊 就枯萎掉 那從這一則 從這樣的一個啟發裡面 三兄弟啊 就不繼續分家 金花花 應和好而生 那這一句經文啊 指的就是這一則故事 那這是跟大家 在上課以前啊 分享的一則心靈小品 那我們回到明聖經的部分 好 那我們開始來誦經 祖建國以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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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得意依供贤之心梦想 不得意依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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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 不愿意以奉陷及心奉陷 吃脱丸京及收益现心率发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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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这段来练习一遍 主建国以来 地出世共君救命 地出世共君救命 不跌丸京及收益现心率发扬 吃脱丸京及收益现心率发扬 吃脱丸京及收益现心率发扬 我们在民生经前有提到战国时代 官僧帝君他转世为哪一位历史人物 吴子虚啊 他新闻写到 知书五转做中行 所以吴子虚的一个转世啊 已经是第五次了 所以他说自战国以来 官僧帝君屡次降生在人世间 来辅佐国君 拯救森林 不得不已啊 这里不得已是说 不得不已 公善之心 是以人类全体的善 为道德行为最高的标准 这叫公善之心 来望世 期待世人能够回归到善良的本性 这里不得已是说 不得不已这种忠孝连结 慈爱公正之心来教化世人 这就是为什么 桃园明圣经 之所以献身说法也 这就是为什么官僧帝君亲自 降世来劝化弘扬明圣经 他的一个主要原因 各位知道 明圣经是官僧帝君的经典 但是 官僧帝君在世的时候 他常读一本书 帝树懒春秋 有关孔孟 帝树懒春秋有关孔明 所以在春秋的一个 主要的含义上 官僧帝君他读春秋 他传达的意思是什么 过去司马迁他曾说过 上明啊 就是春秋的旨意 上明三王之道 下半人世之计 别嫌疑明是非 定犹豫 善善恶恶 贤贤賤賤不孝 存王国祭爵士 不必其肺 这是司马迁 他对春秋 他定的一个 这样的一个主旨 他是上明三王之道 下半人世之计 那他这里有提到说 善善恶恶 贤賤賤不孝 什么是善善恶恶 你不能把它解释好好坏坏 善善 第一个善是动词 是对待好的 对待那些善良的人 第一个是动词 那恶恶呢 讨厌不喜欢那些为非作歹的 叫恶恶 贤贤呢 对这些有贤德的人 要用心去款待 贱不孝 要远离没有贤德 品性不好的人 所以读春秋 有他的一个 能够定我们如何在这人世间 行事作为的一个准则 所以从这地方我们可以知道 关圣帝君 他在历史上 体悟到王道 人道的一个重要性 并非常明白 善善恶恶 闲闲 见不孝的义法 对于一个国家的新王 是有非常决定性的影响 所以产生了这狂军救民的一个理想 行拨乱反正之道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桃圆明圣经 所以献身说法也 现今社会 我们可以来发掘 科技发达 教育普及 很多事情都比过去来的进步 但是我们要去体会到 当今之际 战乱风起 道德衰败 乱象更胜于1800多年前 所以我们读这明圣经的经典 也要去了解 关圣帝君以公善之心 希望期待我们 能够去尽量做到明圣经 对我们的一个规范 这是这一段的经文 那我们接下来看下一段的经文 乃乃乃习祁人 乃乃习祁人 乃乃习祁人 乃习祁人 今醒不立 偏偏永心 偏偏永心 建帝兵雄之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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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滑信仁不出 持交金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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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帝兵雄之言 建帝兵雄之言 不出 持交金雾 建帝兵雄之言 不出 持交金雾 建帝兵雄之言 建帝兵雄之言 好 那我们这一段来练习一遍 好 那我们这一段来练习一遍 耐何世之言 耐何世之言 真信不滑 真信不滑 偏偏永心 偏偏永心 建帝兵雄之言 建帝兵雄之言 不滑信仁不出 持交金雾 不滑信仁不出 持交金雾 積滑信仁不出 持交金雾 積滑信仁不出 持交金雾 好 这一段里面的一个解释上提到的就是 观圣帝君也非常的无奈 对于世上的人啊 没有办法周全保持 与生俱来的一个善良本性 这就是真信不密 不能保持善良本性以外啊 那往往啊 又居心偏颇不振 这叫偏僻用心 常常以管亏天 认为啊 听闻观圣帝君 明圣经里面经典所要传达的义礼 都认为这就是一种通俗平常的话语 所以他说建帝平常之言 见到观圣帝君这明圣经的义礼 那就讲出一些批评的话 不是说圣人啊 是不会讲这种骄傲 傲慢的话 所以他说 圣人不出此交金雾 择曰 不是这样子说 不然就是这样子说 择曰 圣人啊 是不会讲这么简单的道理 这个是说 圣人不出此浅静于 但是因为世人怎么样 真性不秘 偏僻用心 所以对一些义礼的判断 常常会这种先入为主的观念 这这么简单 这这么通俗 这么平常 那甚至啊 又认为观圣帝君 怎么会讲这种交金雾 确实 有所批评 在经文里面 各位有没有去注意 为什么 在明圣经这一段会说 圣人不出此交金雾 那交金雾在哪里 明圣经有没有出现过交金雾 其实是有的 我们在经文里面 我们会发现到 有些人啊 他会任意的批判 认为经文 有这种自夸 自负之嫌 认为说 观圣帝君 在这明圣经里面 有这样的一种 自夸自负之嫌 却不知道 在经典的用法当中 会有这些 赞叹之识的出现 最主要是我们 对于主神 一种推崇景仰 这些景仰 也包含了 神明的生平 他执掌 圣好 以及弘扬圣法 救度众生的得责 这完全不是说 观圣帝君 他在自夸自负 那其实是我们对于 主神的一个景仰 所表达的一个用法 所以知其由来 产生景仰 在我们诵经的时候啊 才能够更契合 神明的圣意 这绝对不是一个 交经语的用法 那浅静语呢 为什么在这一段里面 会说 则曰 圣人不出此浅静语 明圣经里面啊 经文当中提倡了 八德 五轮 还有五常 还有仁 义 以及忠孝连结 这些精神道理 那这些 我想大家都耳熟能详 非常的熟悉 但是看似简单 但越简单的道理 越容易疏忽 所以在经文也曾经提过一句话 能全一世 真容三代 在八德 五常 仁义 忠孝连结 你只能够做好一件事 相信啊 能够富贵三代 富贵荣华 三代都想不尽 这在经文里面也提到 那么 明圣经里面 经文浅白 主要是让大家 很容易去了解 同时也要很容易 去做得到 绝对不能够因为他 简单浅白而忽视他 但我们要发心 因为在经文当中 也有提到说 左耳传承事 不可视为亲 到你团定世 不可视为亲 我们对经典 绝对不能够 有看清的一个态度 那过去很多 过去的一些 对于经书文字字 字纸的一个重视 因为以前 以前这种纸张得来不易 文字的传播也非常的可贵 所以过去啊 都有一个小小的一个亭子 那这个亭子呢 过去我们都称呼他叫习字亭 习字亭 有没有听过 所以说有些纸张啊 有些纸啊 那要拿到那边烧 那我们这经书啊 如果有一些破损 不堪 也不能够随便乱丢 也是要把它用焚化的方式 这是过去传统 古代的人 对经书制止的一种重视 所以我们在这一段里面 可以发觉 关森帝君 也很无奈 世人对这部的经典 有众多的批评 但是我们要用什么样的态度 去来认识这部经典 那我们接下来看下一段的经文 说说 黑海 黑海 是鼻翼地中造五金 是鼻翼地中造五金 黑海 黑海 是鼻翼地中造五金 是鼻翼地中造五金 吼吼 是被欲地中做五斤 太世之地无弦不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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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静讨几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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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段来练习一遍 吼吼 是被欲地中做五斤 是被欲地中做五斤 太世之地无弦不小 改静讨几乎 改静讨几乎 这段里面的解释上 第一句话说呜呼 呜呼是一个语著词 就是 哎呀 哎 是一种语著词 常叹一声 难道啊 非得请观圣帝君 重写一套 像是五斤一般 诗书 义礼 春秋 这五部的经典 这样的经典 能够让世间 所有的人 所有的人 都包含了 聪明的 愚昧的 贤能的 不孝的人 也就是指 所有的人 难道要观圣帝君 再重新写一套 像五斤这般的剧作 然后让每个人都来读 读了之后就能成圣成佛吗 所以在这一段里面 是一种 让我们知道 做人的义礼 五经的经书 确实有阐述 但是观圣帝君何必 再去把五经的内容 全部用重述一遍 那明圣经的经典意理 浅显易懂 但是真的要做到 确实有很多 不容易的地方 那在这一段里面 他有一个名词 不孝 这个孝 肖像权的孝 不孝 这个不孝 是指不贤能的 所以观圣帝君 在这一段经文里面 他也有提到一个重点 人往往会 跪远见尽 跪远见尽 我们刚刚在读这段经文 也是有提到 就是说 难道要观圣帝君 又要把五经重做一遍吗 明圣经的道理 其实非常的浅显易懂 都是在我们周遭 可以去垂首可得的道理 何必舍尽求远 跪远见尽 这是跟大家 互相来学习的一个地方 好 那我们接下来看下一段经文 The wer视频 不独吃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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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心裂纹路 現在心裂紛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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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血夢形之薄 地陰酒至零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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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雄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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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我们这段来练习一遍 不独饲养 现在心烈文入 却梦形击薄 却梦形击薄 帝阴酒至凛令 其上多年 基点尽戒明别 好,这段经文提到就是 不只如此 还有一些读书人儒生 也在任意批评明圣经的议理 而认为明圣经的经文 很笔俗很粗俗 那这样的一个情况 在清朝有一个人士叫周宰官 嘉庆年间有一个周宰官 长期以来都很谨慎严谨 恭敬的持诵明圣经 所以他说 因周子领领 领领的意思就是一种 非常敬敬业业 非常的慎重 就是他诵经的一个态度 周子他很虔诚的诵念明圣经 也很长期的时间 所以官圣帝君 特地在敦请王恩主 王灵官 降比注解 注解明圣经 让世人对于明圣经 有更正确的认知跟理解 明白官圣帝君的用心 这是这一段的解释 那我们接下来看下一段经文 如在幼间行低会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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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亲节明圆毫滅滅滅 亲节明圆毫滅滅 亲节明圆毫滅滅 中节明圆毫滅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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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会 不会 好 这段经文我们再来练习一遍 如在右前行低会讲 如在右前定理会讲 庆节领文后协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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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会 不会 这段经文是讲 如果再有人 制作主张 擅自任意批评 诋毁明圣经 情节如果 比较轻的 那观圣帝君将命令 温火 温神跟火神 消灭他 情节比较重大的 那就会命令派遣 周将军 周昌将军 将他处斩斩之 误悔 到时候啊 可就不要后悔了 在这一段提到 有些人啊 可能会批评批判 我们在现在的电脑社会 整个电脑发达的 一个情况 一言一行啊 都要格外的慎重 我们常常会发现很多 很多人 对一些事情 发表一些评论 发表一些评论 评论如果 过头的话 那就 有没有一些 毁谤的一些 訴訟出现 也是会有 像过去也有 发生过 在脸书按个讚 也会被告 很像也有发生过 很像也有发生过 你在脸书可能对一些事情 可能按个讚 很像也有他的一个 这样的一个官司出现 这是过去啊 在我们电脑社会上 也都会出现 所以对一些事情的 一个批判啊 我们要三思 不要任意的一个批判 跟大家分享一个故事 各位有没有听过 六字大名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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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字大名咒就是 オマニバミホ 曾经有一个老妇人 那个是住在那个西藏 清康藏高原 那边的一个老妇人 她住在一个小茅屋里面 一个人住着 在那边住了三十几年 那这老妇人 她其实不认识字 不会念书 不识字 那就只会念这六个字 六字大名咒 那你知道老妇人 住在小茅屋里面 一住三十年 然后她送这个六字箴言 送到心无杂乱 非常的虔诚 然后到了一个境界 到了什么一个境界呢 老妇人她算 有时候要算那个红豆 豆子 她不用去动它 那豆子自动会跳到另外一个碗里面 她很厉害 她送到那个豆子自己会跳 一颗两颗 不用动她自己会跳 不是日的老太太 结果有一个出家人 一个僧人 从她的小茅屋 茅房经过 路过 然后见到这一间破旧的茅屋 怎么 光芒四射 很奇特的景象 她想说这个房间里面 这个茅屋里面 必定有个高人 想要去跟她做个拜访 结果一进去发现 是一个老太太住在这个地方 那这个出家人 这位师父就问老太太 请问老婆婆 你修的是什么法 想要问她 你到底在修哪一部经典 修的是什么法 她说老太太 我就不认识字 我就念六个字而已 欧妈妮巴咪牛 欧妈妮巴咪牛 各位你看 有没有看到那个 六字箴言的最后一个字 是一个口再一个牛 欧妈妮巴咪牛 结果生人一听 很熟悉 然后她说老太太你念到 那个最后一个字不叫牛 那个字念什么 大家都知道 欧妈妮巴咪牛 所以那个生人就纠正她说 你念不错了 那个最后一个字是念哄才对 老太太 伤不伤心 好难过 痛哭流涕 她想说这三十年都念错了 都是念欧妈妮巴咪牛 她觉得这三十年的功力 就前功尽弃 好可惜 所以她因为这三十 一个字的差错 她就觉得好后悔 后悔莫及 结果那一个出家人 一出那一个茅屋 就原本看到那个光芒四射 有没有 不见了 消失了 为什么会消失 其实那个出家人是有修行的出家人 她觉得 她这样指正对不对 她赶快回去 她赶快回去 她觉得说 你虽然念了错误的这个咒语 你现在纠正都还来得及 刚刚你念的没有错 我只是在考验你的信心够不够坚定 所以那个出家人赶快回去 再跟那个老太太讲 你念错了 我是给你考试 我再测试你的信心是不是够坚定 结果 老太太太太好高兴 我还好这三十年没有白费 将错就错 结果那一个出家人 又出去房间 一看那个光芒 又出现了 好奇怪 所以有时候从这个故事里面 如果你是那一个出家人 你会不会去纠正她 不知道 一致知错 可能前功尽弃 但是你要去想 一个不认识的老太太 他念经修辞的一个态度 是何等用心 非常的专注 住在一个清康障高原 这样一个地方 他就辞着六个字的走 那你可能会毁了他 这三十年的功德 但有的人他会自视很高 你就是说错了 然后就泼他冷水 所以这个没有一定的对错 只看你当下的一个判断 那我们继续来看下一段经文 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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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陷恶焦中 順天假準 順天假準 液天假夢 順天假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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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駕駛一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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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這裡是 順天假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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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這裡他說 神道設教 藉此以傳 設立神道以教化人心 那希望能夠 傳送明聖經 目標是什麼 遺風化俗 所以 我們在看到 觀聖帝君他說 天無詩心 天地是公正 而無任何偏師 彰顯的是 是非善惡的道理 善惡是昭彰 能夠順從天道 謹言盛行的人 順天者 純 逆天者 王 違背天道 而膽大妄為的人 那就可能會遭受災殃 那這部經典 能夠所流傳的 憑藉的 也希望能夠 神道設教 以求教化人心 這是這一段解釋 那我們接下來看 下一段的經文 抵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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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敬善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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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言無悔 人心日 用上行 倒禮 所言無悔 人心地 用上行倒禮 所言無悔 人心日 用上行 倒禮 所言無悔 人心地 用上行倒禮 所言無悔 人心地 用上行 倒禮 所言無悔 一臨心底雍雄心獨立 柯一雄團滿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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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我們這段來練習一遍 地東言 地東言 臨心筋三義 臨心筋三義 競爵雄仰 所言無悔人心地雍雄行獨立 所言無悔人心地雍雄行獨立 柯一雄團滿國 柯一雄團滿國 那觀聖帝君為所有誦讀明聖經的人仔細的解說明聖經這三個字 三個字把它把它拆開來做一個解釋 那第一個字它先從經 明聖經的經來說起 那經的意思是長的意思 我們常常說經常經常 那這個長啊可以解釋說經典它必須是具備人生能夠時常用的道 隨手可得的一個道理 所以明聖經的經無非啊所要傳達的就是人生日常所用的倫理道德 那這倫理道德能夠流傳萬事 亘古不變 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觀念 如果隨著時代而變更那是不是就是經了 不是喔那也不是常了 所以經者長也 它無非要傳達的意思是這個道理是很普遍 那隨著時代的變遷也無法去變更它的重要性 這是一個經的結束 那我們接下來看下一段 人靈將近心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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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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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明明明明明明 明明明明明 明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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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 明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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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 各位我們讀到這一段的時候 我們要去了解到 這一段的解釋還是包含在 經者長也 觀聖帝君要來闡述明聖經這三個字 這一段還是在經者長也的一個部分 那這一段說 人生日用常行道理包含了哪些 第一個希望世人行為舉止 要恭敬心存謙卑 人能恭敬身心 那時時任何時間不能忘記 做人處事的根本道理 時時不忘乎根本 那我們知道這個根本指的是什麼 指的就是巴德 客客每個時刻都要懷抱著 孝替為首的巴德 客客長存呼孝地 謹守 小心謹慎守好這一個清廉 潔白的心田 謹盡這個心田 不可以被貪念 淫念所污染 人生日用常行道理 那在這一段裡面提到 要恭敬身心 不要忘記根本 要謹守心田 要謹守心田 不可貪念跟淫念所玷污 這是在金字長頁 裡面所包含的地方 好那我們來看下一段 鬼入教徒 项著 癱what 睁眼 照講 参天化欲 千古中甘以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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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载信心 先行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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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既鬼一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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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們這一段來練習一遍 心夾交眼雅 参天化欲 千古中甘以淡 千古中甘以淡 萬載信心 萬載信心 先行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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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既鬼一陽 既鬼一陽 好 這裡他來解釋 明聖經的第二個字 聖 聖的意思 昭然也 這昭然是指說明顯 光亮 非常清楚的意思 聖者 聖人的品德 是非常明顯 高尚 與天同期的一個境界 言行舉止 足以教化後世 所以 參天化欲 在歷史上 所有留下來 各種忠孝結義的 千古不變的典範 尤其 以官聖帝君的赤膽忠心 千古中甘義膽 見義勇為 跟我們萬事所勤養的神明 那自古以來 得到的聖賢先佛啊 不管他的得到成聖的時間 是比較早 還是比較後 所以他這裡提到說 萬載聖神 先聖後聖 其魁依也 這個道理啊 都是一致的 成聖的道理原則 都是以遵循仁義之道 為他的最主要的目標 那所以在這一段 提到的就是聖者昭然也 是一個明顯的意思 那為什麼明顯 聖人的言行舉止 品性 是足以讓後世的人 能夠學習 培育人才 那過去歷史上 所留下來各種 宗教堅義的典範 尤其官聖帝君 更是赤膽忠心 那成聖的時間 聖賢先佛 有先聖 有後聖 這裡的先聖呢 我們也可以解釋成 孔子 先成就為文聖 後聖是以官聖帝君 成就為五聖 那成聖的道理 都是一致的 那就是要來遵循仁義之道 那這是這一段的一個解釋 那我們來看下一段經文 兵者如當義�RE huểm 兵者如當義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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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颇角健康 五角煎粉 五物不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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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五心神胸怀不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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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凌大結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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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受入董保境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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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拱分并性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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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這一段來練習一遍 嗯 臨渣如董日葭 臨渣如董日葭 某種天昏 某種天昏 无物不度 思慕心心胸懷不悔 思慕心心胸懷不悔 靈台結晉 大肅如同補景一般 臉心甘心 顧顧臉心經 那在這一段裡面提到 名者如同日月 所以名這個字就是日月明 日跟月加起來就是明 就好比天上的太陽月亮一般 能夠普照世間一切萬物 無物不到 使我們的心性 常常保持明亮而不昏暗 光明而洁靜 那要勤於打掃 如同寶靜一般的光亮 散發出一種光澤 而不惹臣哀 要啟發我們能夠 動見心性的本源 這是明聖經 書名 經題的意義 那我們要來了解 帝當言 明聖經三字 帝當言 明聖經三字 請問為什麼 他要從經開始解釋起 如果我們要解釋明聖經三個字 應該是從明開始解釋啊 各位有沒有想過 剛剛我們在88月第二行 他說 帝當言 明聖經三字 經者 常也 聖者 昭然也 明者 如同日月也 這是不是這三個部分 三個主題 明聖經這三個字 你要從經裡面來 開始解釋 經 聖 明 其實 它裡面 蘊藏的意思是告訴我們 我們剛剛說 經者常也對不對 經常 要 光明磊落 那剛剛提到聖者是什麼 昭然也 那昭然是什麼意思 是一種非常坦蕩 光明的意思 所以經常性的 光明磊落 坦坦蕩蕩 要像天上的 要像天上的 太陽 月亮 一般 高掛在天上 如果從 經 聖 明 這樣來解釋 就是在告訴我們 我們人的心 經常的 要光明磊落 坦坦蕩蕩 然後 如同 太陽 月亮一般 高掛在天上 這是各位剛剛我們在讀 明聖經 三字 經者常也 聖者昭然也 明者如同日月 它裡面所要去 一個 蘊藏的一個意涵 所要讓各位知道 一切的根源 還是在我們的心 好 那我們來看下一段 明信經分血 蒙rage 莫無 Kapit 轉喜 ч 明信經分血 蒙物欲 轉喜 ч 明信經分血 蒙物欲 轉喜驚 rament 明信經分血 蒙物欲 轉喜аче 明信金奔协梦悟欲转喜经 精信离团俗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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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修古寒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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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修一汉衣 乃代名捷代汉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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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我们这段来练习一遍 臨性经奔协梦物欲转喜经 臨性经奔协梦物欲转喜经 真性理团处言 真性理团处言 修古喊喊 修古喊喊 胸一喊疑 胸一喊疑 奈代明截戴汉阳 奈代明截戴汉阳 这一段的解释是说 明圣经原本是关圣帝君 托梦给玉泉寺的僧人 僧人醒来之后 将经文流传下来 这是大家我们对明圣经的一个理解 跟玉泉寺有很多的关联 明圣经的第一句话 首句汉汉 第一个汉是代表汉朝的汉 首句汉汉 上一汉字乃代明及大汉也 明圣经的第一句话在哪里 各位要去联会贯通 我们看六十七页 倒数第二行写 官圣帝经应验桃园明圣经 从这里开始就是明圣经 对不对 汉汉受庭侯 略解桃园经 失于玉泉寺 夜梦与凡人 所以 首句汉汉 明圣经的第一句话 你不能说是这个什么 南天文恒圣地 对不对 那个是宝告 那在六十六页跟六十五页 六十四页 这个是降比真经 各位我上次在降比真经 有跟各位提到 降比真经有一个特色 就是六个字一句 六个字一句 降比真经结束之后 就进入到明圣经的本文 所以本文的第一句话说 首句汉汉 上一汉字 乃大名 乃代名 及大汉也 各位要知道 这里明圣经的第一句话 汉 汉受庭侯 好 那我们来看下一段经文 汉受庭侯 在明圣经的第一句话 汉受庭侯 在明圣经的第一句话 汉受庭侯 在明圣经的第一句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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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呼人认识 汉受庭侯 义受庭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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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乃代名 听懂人心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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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段来练习一遍 汉受庭侯 血地名仰 汉受庭侯 地名仰 吉仙修 乎人人 上吃 知坚侯 义先秀 胡人人上出庭侯 喜一好阳 喜一好阳 兴懂人心仰 兴懂人心仰 这段里面解释 刚刚提到了汉受庭 他是一个 在湖南常德县的一个地名 那一开始经文 他嘱咐我们 宋念明圣经 希望我们来宋念明圣经 有各种的灵验产生 让我们对于经文 有一个感动人心 产生如目之心的用意 所以心动人心也 让我们能够感到感动跟乐福 各位我们在读明圣经的时候 这一段里面在讲明圣经 哪一个部分 六十八页 我们可以看经书里面六十八页 灵验之处 人人超路送诸籍不相亲 家宅供此经妖媚化为成 零零种种总共有几种效应 全部 十种 各位如果我们去细分的话 是有十种效应 包括我们刚刚看到 行人配此经 书生看此经 妇人送此经 若为王话念 若为父母念 日念三五遍 这就是这一段的部分 就是我们刚刚在读的 祝福人人送此经者 祝以效应 心动人心也 让我们知道 希望来读 宋念明圣经 有这些灵验感应的一个地方 所以让各位能够理解 今天明圣经 汉语读经班的课程 就进行到这边 非常感谢各位信仰的参与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